已故華貿集團主席龔如森的千億元遺產針對案 今天在高院遇審 商人陳振聰第二次出庭旁聽 還一直面露笑容 法官接納華貿慈善基金押後聆訊的申請 並排期於5月11日正式審理案件 陳振聰說一直希望與華貿和解 希望大家放下成見和個人利益 好多方面 請和諧 請 請 請